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Cheers Richie 我是Richie 今天我們又要來做一集 沒錯 在我桌上這一瓶呢 就是要今天要開箱的酒 那這瓶酒呢 叫做布納哈本18年 相信大家也已經有看過 以前有PO過布納哈本12年的影片 如果了解布納哈本酒廠的人 都知道它是位於愛雷島 然後它是愛雷島上 它算是唯一的 不用泥梅來做它的威士忌 就是泥梅的麥芽來做它的威士忌 所以它的威士忌呢 沒有泥梅味 除了少數一些特別款有泥梅味以外 它主要的Core Range 就是大部分它的威士忌 都是沒有泥梅味的 非常有趣 它就是要堅持走 跟其他愛雷島上酒廠 其他8家酒廠走不一樣的路 不過這樣的路線呢 反而特別讓它更有名 讓很多的威士忌老泡們 都夢寐以求地想要來一瓶 布納哈本的威士忌 好的 那今天這是布納哈本18年 在開瓶前呢 我先來講一下這個酒廠的歷史故事好了 相傳大概在1881年的時候 有一個老船長 就像在圖片上面這個顯示的 這個酒標上面 它的酒標上面 標誌就寫著一個老船長 老船長呢 在1881年的時候 它在愛雷島的東北角呢 發現了一塊人間罕字的淨土 那為什麼說它人間罕字呢 因為在那塊土地上面 它剛好是一個河口 所以它就叫這個地方叫布納哈本 那我聽說在蓋爾語 布納哈本 布納哈本 就是河之口的意思 就是河口 那所以為什麼 那個地方適合建威士忌酒廠 因為它的水非常清直 然後又中年的 在河口建的那個酒廠 中年海風在那邊吹著 有海風啊 然後有乾淨的水 所以非常適合來做威士忌 來釀威士忌 跟保存威士忌熟成 我相信呢 大家有喝過布納哈本 都知道 它是有名的雪莉桶威士忌 除了雪莉桶之外呢 它跟其他 雪莉桶威士忌酒 其他酒廠做出來的雪莉桶 有稍微的不同 不同 哪一點不同呢 就是它帶有一點 鹹鹹的雪莉桶的威士忌味道 鹹鹹的味道是它的經典 怎麼說呢 可能是因為 在常年 在海風在吹它的 威爾豪市它的樹村 那個酒桶的地方 可能有經過這些海風吹吧 可能多少一點 海鹽啊 或是那些味道 可能有進到酒桶裡 我自己犯想 不過呢 這種鹹鹹的味道 其實也是有在其他酒廠出現的 像是最經典的 Opony Opony呢 它真的也是 雖然說是波門筒 但是它喝起來也是有鹹鹹的味道 它就是說 因為它的 威爾號就是擺在海邊 那常年吹這個海風 就真的有這個鹹鹹的味道 Sea Sound 那我們就 然後 廢話不多說 先來開箱一下 這18年 布納哈本 這真的是 老饕的夢寐於秋款 如果你還沒試過的話 我建議你去買一瓶來試試看 好 開箱吧 其實這包裝做得滿漂亮的 也是我滿喜歡這種藍色黑色又金邊的字 看起來就是 非常的迷人 擺在架上也是非常的吸引人 這個包裝 18年呢 其實我之前介紹的12年 12年的布納哈本 18年聽說比12年更美味 雪莉桶畢竟年代越久 那個吸收的那個桶味 雪莉桶 越豐富 越豐富 就越多不同的風味 我看了一下這包裝 跟上網查一下 我不知道它是用哪一種橡木 因為你知道雪莉桶其實有分兩種橡木 一種是歐洲紅橡木 跟北美的白橡木 那北美的白橡木呢 就比較醬汁有點接近那種Borgan的味道 但是它是北美白橡木 釀出來的雪莉桶酒 雖然它是有雪莉味的 但是 它通常會有保持的一些 好像是什麼蜂蜜味啊 跟那個太妃糖味啊 這些都是來自美國白橡木 那種木頭的那個味道 那我剛剛看了它這個後面酒標形容的 那個味道 首先風味聞起來有 檸檬 木質 然後再帶一點那種太妃糖 那我 雖然說網路上 找不到它是用哪一種木頭 但以我的猜測 它可能應該就是用美國白橡木桶 因為美國白橡木桶 也會有這種味道 那如果是歐洲紅香木桶的雪莉的話呢 它可能就會 比較多一種堅果啊 葡萄乾啊 黑巧克力的味道 就是標準的那種雪莉桶跟 歐洲紅香木的味道 然後 為什麼 還有一個點 我突然想起來 為什麼他要喝這一瓶 啊 葡萄乾的雪莉桶酒 因為很多人呢 喝 嗯 雪莉桶酒 或是喝波門酒 或是喝威士忌高 任何一桶威士忌 老饕們呢 他們的 口味啊 跟他們對酒精感的那個敏感度 比較低 所以他們喝越多 他們越追求酒精高一點的酒 那這一瓶呢 剛好就是 非 非冷凝過濾 非冷凝過濾 Nuncho Filter 這個字 常常在現在的威士忌 這個詞用到 Nuncho Filter 非冷凝過濾 就是意思就是說 當這個酒呢 在 裝瓶的時候 他沒有 把酒廠 並沒有把它弄到 零度啊 或是零下一度 那個地方呢 去把它過濾 因為有些酒廠 如果經過非冷凝過濾的話 就是把溫度降低 然後把一些 雜質啊 他們所稱的雜質 或是白白的東西 過濾掉 這樣子賣出去的威士忌呢 就可以賣相 可能會比較好看 可能你天氣冷的時候 並不會在 酒裡面看到一些 一些白白的東西 但是 很多老超就是覺得 這過濾 就把一些風味給過濾掉了 我個人是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風味 過濾掉可能 喝的還不太夠多 但是我非常訓練就是 如果 經過冷凝過濾的酒 它的酒精通常就是 43度或40度 它是達不到46度 因為過濾掉那部分 把酒精冷掉再過濾掉後 但是呢 非冷凝過濾的酒 它酒精至少都是46度 因為它沒有過濾過 它酒精46度 它46度的酒 對老超來說 就是一個很完美的酒 尤其是雪莉酒 雪莉桶酒 46度 那個味道 那個酒精 就會把它的味道 更提出來一點 讓你喝下去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 它有點悶悶的 悶沉悶沉 需要放一段時間 當你第一口下去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 那個衝勁 然後那個 那個酒精味 會把一些風味給帶出來了 就是我個人覺得 因為我喝了很多一些 43度的雪莉酒 或是40度雪莉酒 它一開始我覺得 第一口就是有點悶悶的 可能需要擺一段時間 或是讓它 我不知道 敬一敬 然後再喝一下 可能會有不同的風味 但是這種46度的酒 雪莉桶酒 就是 非常好喝 好的 說那麼多 我來開瓶吧 嗯 聞到那個木質味 Oki味 就是那種木桶 香木桶的味道 再加上一點蜂蜜味 淡淡的香草味啊 蜂蜜味 然後再來 還有堅果啊 核桶味 聞出來就是那種雪莉桶 是雪莉桶的味道 但是它又不是 歐洲酵木桶 可能就真的是美國白蕭蜜 那種香草啊 蜂蜜的味道 蠻明顯的 蠻清新的 而且味道蠻奔放的 不會說很溫很沉 一定要 等一下或是聞得很深 基本上 嗯 蠻香的 那味道一直蘸放出來 好了 我們來喝一口 嗯 嗯 真的是有一種 鹹鹹的那種 焦糖 鹹鹹的焦糖味道 就像是 你在吃那種 Sea Salt Caramel Chocolate 那種 鹹鹹的焦糖巧克力那種 上面 有一層 鹹鹹的 鹽巴跟焦糖味 很香的 蠻甜的 然後 一點 堅果味啊 不錯 這種口感呢 就是很舒服 可能是因為 我喝一些圓桶香 就覺得喝 喝了不少 所以 這種酒精感 對我來說 不會那麼重 然後 可以在嘴巴裡面 瘦一瘦 這種過程 它會提升很多 一種 不同的風味 這是蜂蜜味出來了 香草蜂蜜 然後帶一種鹹鹹的 焦糖 哇好像在吃一種 好像感覺 印象中好像有一種糖果 就是這種糖果 就是有一種椰子糖 甜鹹的 然後甜甜的 然後有蜂蜜啊 焦糖味 香草味 不錯 那我覺得呢 它跟12年的 味道是不同的 不一樣的 18年的味道呢 它比較展現的是 那種美國白香木桶 它比較 有一種多一點 類似波本桶 如果你是平常 在喝波本桶的話 它有點類似那種 波本桶的味道 但是它 尾韻呢 那個很強的雪栗味 還是會把你拉回來的 那12年的話呢 我是覺得它很 少了一種這種 波本桶的特質 那種香草啊 蜂蜜啊 12年的話 就是純純的就是 雪栗加上 一點淡淡的鹹度 讓你覺得就是說 這好像是 鹹鹹的 黑森林蛋糕好了 這種風味 那這個呢 就是比較好比喻 就是有點像是 香草蜂蜜蛋糕 然後最後再 再加一點點黑巧克力 粉在上面 反正就是 每一層呢 都有一種不同的風味 嗯不錯的 就是 這樣形容應該還可以吧 就是 蜂蜜香草蛋糕 然後上面那一層是 海鹽焦糖 焦糖 然後底部是 黑森林巧克力 那你這樣全部吃下去 就是 綜合起來就是這種味道 就是這一瓶的味道 如果你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還是你想要 我繼續 再開箱拿一瓶酒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然後你可以 按讚訂閱加分享 好吧 我們下次見 Cheers